孫中山 公司 孫中山说 国家是武力造成的 如果不是50年代的 美国的协助之下 打了那个胜仗 那可能没有后来的台膨金 当然 你要谈领土 可能还有不严谨的地方 因为 所以我們的釣魚台,我們的南海豬島 怎麼說都不容易 所以釣魚台的問題要研究 南海豬島的問題要研究 雖然我這幾年我也要求我們的文獻館 在弄總督府檔案的時候 要把日本統治時期的南海豬島的東西要弄清楚 釣魚台的事情 我在禁止所的時候有寫過 paper 任天豪釣魚台的研究也不錯 可是在政治上都不好說 因為雖然它是一個彈丸之地 可是它會牽動一些心情 所以這裡面確實有塵埃難未落定的地方 不過釣魚台或者南海豬島 畢竟是無人居住 南海豬島 那是阿兵哥在那裡而已 台澎金馬不一樣 台澎金馬不一樣 這個是很重要的 也有很多人住的地方 所以它逐步的確認成為一個共同體 這個很重要 我們要保護這個共同體 那如何保護 沒有辦法靠口號 主觀的一廂情願的要求和平 這個是不切實際的 在這裏面中 還有一些事 但是我們要保護這個 我們要保護這個行為